嗨,我是JR,HAPPY 2017! 虽然新的一年来到,但是如果没有更新自己的内心, 就不会有新年的新希望。 所以咯,The show must go on! 2017年的第一集到底要来聊什么呢? 嗯,来聊聊。 关于时机。 新的一年新的机会会来临,但不会在你全都具备好的情况之下才来。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就算你只具备一小小的部分,也还是去做吧。 先抓住机会再说。 剩下的部分,就边做边具备。 OK,够了,够了。 我们都会想要准备到百分之百完美,perfect再去行动, 但是机会不会等人。 为一位好朋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计划, 但是我们毕业之后呢,各自陷入在各自忙碌的生活当中, 直到去年,机会终于来了。 我被调职调到他服务的单位。 Hey JR! Yo! 看来我们的时机到了。 不过我最近手上这个case,这个工作有点忙。 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处理掉好不好。 OK啊,没关系,你先忙,我等你。 六个月后,案子结束。 Hey JR! YOLO! 这个案子终于搞定了,累死我了,客户超难搞。 我觉得我现在那个心情可能需要调试一下,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OK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 等你,又过一阵子。 Hey JR! Yo! 我最近出国散散心回来之后,整个人感觉活了过来。 不过那个,那件事情哦,我那个技术方面还有一点点生疏,有点太久没做了。 给我一点时间,准备准备。 OK,等你。 三个礼拜后,AJR! 嘿,我被调职了。 我会被调职了。 所以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预备 不管你的状况是好还是坏 都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 在那个时候就要赶紧抓住它 如果等到时机过后才去做 就会像是在冬天寻找高山上的鲜花一般 既困难又不可能 如果机会来到你家门口 就算你没有穿衣服 也要像阿基米德体会福利原理的时候一样 光着身体也要冲出去赶快开门迎接 按照时机及时行动的人就是 最快速的人 Peace 先抓住机会再说 再一次太慢 先抓住机会再说 我忘了 按照时机 嘿嘿 你瞎把刀开吗 呵呵呵 щ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呵呵呵 呵呵呵 虎吼阿基